1990年,郑杰开始学习打网球。刚开始只是为了培养兴趣,强身健体,后在学习过程中被教练蔡宏林发掘并培养。 1998年,进入四川省网球二队培训。1999年进入四川省网球一队,陈玉文担任教练。2000年,郑杰参加全国青少年巡回赛,获得两战奔战赛单打冠军。青少年巡回赛总决赛单,双打冠军。年终青少年排名第一。2000年全国女子团体赛亚军。 同年,郑杰正式进入职业网谈,参加了个人第一项ITF赛事,并获得ITF国际女子巡回赛单,双打亚军。 2001年,参加ITF国际女子巡回赛,获得单打前四的成绩。同时他燕子获得了一项ITF的女子双打冠军。 并凭借一张外卡第一次参加WTA级别赛事。2002年,郑杰第一次杀入WTA比赛的正赛,他在上海战中闯入第二轮。 在ITF赛场上他收获两项单打冠军,并且获得八个其中七个与燕子搭档双打冠军。 2003年,郑杰的单打排名,第一次进入世界前100位,在日本公开赛杀入半决赛,而后世界排名由122位上升至98位,在魁北克战闯进该赛18强。 2004年5月,郑杰在把网比赛中2比1,击败了意大利选手嘉宾,昂首挺进16强,成为中国第一位杀入大满贯16强的球员。 同年在WTA二级赛时多哈战战胜了前Top5选手多克奇,成为第一个中国网球运动员,战胜世界前15的球员。 2005年,郑杰的年终世界,上升至第44位,在WTA或巴特战,郑杰获得自己第一座单打冠军,女双冠军,并在印度海德拉巴四级赛中夺冠。 同年,中国第十届全运会网球比赛中,夺得女单和女双冠军。 2006年,郑杰单打排名《历史性》的闯入过前30位最高27位,并赢得了两战赛式的单打冠军。 WTA-S托利二战和WTA-斯德哥尔摩战,在多哈亚运会上,郑杰在女单决赛中一2比1立刻米尔扎取得女单冠军,同时和燕子合力拿下了女子双打的冠军。 同年,郑杰与燕子的女子双打搭档,获得了包括奥网和温网这两项大满贯在内的6个冠军,成为第一对杀入WTA总决赛的中国组合。 2007年,郑杰在WTA霍巴特战杀入八强,并在博士轮精英赛和查尔斯顿一级赛闯入第三轮,与燕子的双打同时收获了查尔斯顿和斯特拉斯堡的冠军。 但后因受到怀伤的困扰,在发网遭遇首轮出局,并缺席了温网和美网在内的大棒各赛季。 世界排名跌至163位。 2008年,郑杰从伤病中复出,凭借一张外卡参加温网比赛。 在第三轮中以6-16-4玩圣头号种子伊万诺为奇,爆出了开赛以来的第一大冷门,并历史性地冲入了大满贯四强。 成为温网历史上中国网球运动员,失败卡参赛,闯入大满贯四强的女单罪。 好成绩,同年北京奥运会,郑杰和老搭档燕子,击败2008年奥网冠军邦达联科姐妹,获得同牌。 2009年5月18日,郑杰的职业网球世界排名升至15位,打破里纳创造的中国金花最高排名记录。 在洛杉矶女子网球冠军赛第三轮的比赛中,郑杰以14号种子的身份爆大了,先翻当时排名世界第一的头号种子萨芬娜,并且凭借这一场胜利,成功击身该赛18强。 中国网球公开赛上,和燕子搭档闯进4强,并在第11届中国全运会女双搭档燕子获得亚军。 2010年1月,在斯坦福战比赛中郑杰与詹勇然,在决赛中布迪达文波特胡贝尔组合,获得亚军,奥网公开赛。 郑杰以非种子选手身份出战,并成功晋级奥网女单4强。 5月,郑杰与詹勇然搭档,成功在印第安维尔斯皇冠赛闯入4强,在华沙丙级赛中,郑杰布迪杜赫鲁,获得亚军。 8月,在圣迭戈战双大比赛中,郑杰与俄罗斯美女基里连科,首次搭档变闯进决赛,并获得冠军。 在WTA顶级赛超五赛时罗杰斯杯女打比赛中,郑杰在首轮利克斯洛文尼亚老将斯莱伯尼克,四轮顽强逆转法国姑娘雷扎一。 第三轮战胜直印生涯首次相遇的俄罗斯美女德门蒂耶娃,这也是郑杰第七次战胜TALK时,首次进入本赛是八强,美国网球公开赛单打比赛止步第二轮,双大比赛进入四强。 由于美网之后受暗伤影响,郑杰进行了手术,缺席了美网之后,包括中网的多战赛事,年终排名为26名。 2011年,由于暗伤尚未痊愈,郑杰退出了二月之前,包括澳网之前的全部比赛,导致积分大大扣除,排名骤然下降几十位。 二月初,郑杰迎来了商誉复出后的首战比赛,巴蒂娜公开赛,并携手国家队小花孙盛南打进决赛,最终获得女子双打亚军,在赛季个人最后一项WTA巡回赛日本大阪赛中,郑杰再次闯进巡回赛四强,并依靠本战比赛的良好发挥。 郑杰单打排名机身前50位,在2011年最后的比赛台北海硕杯中双大比赛中,郑杰和老搭档詹勇然时隔半年再次携手,李克普利斯科瓦姐妹等,获得冠军。 2012年,郑杰在2012赛季,的首相WTA巡回赛,奥克兰ASB精英赛上逆转拿下女单冠军,获得了个人职业生涯单打第四冠,郑杰在红兔赛季首次搭档波兰姑娘罗索尔斯卡,被列为赛会三号种子一路杀进决赛,不过在决赛中他们以3-6除以2-6完败于米尔扎马泰克,获得亚军。 6月,郑杰在伯明汉战连胜6场后进入4强,8月,郑杰第三次参加奥运会,女单遗憾的止步首轮,与彭帅搭档经过敖战获得女双第5名,8月末,双打首次搭档斯洛文尼亚老将斯莱波尼克一路杀入决赛,决赛两盘不敌杰克组合赫拉德卡赫拉瓦克瓦区居亚军,在随后的纽黑文赛中,单打第二轮郑杰连丢10球, 4-6除以0-6不敌杰克名将萨法诺娃,无缘8强,双打郑杰组合不敌头号种子遗憾止步半决赛,10月,郑杰参加大阪赛,单双打都作为2号种子出战, 女单第二轮中郑杰以3-6除以4-6不敌他们第二以外出局,女双搭档加里奎斯打进4强,2013年,郑杰依然从奥克兰开启自己的新赛季,作为未免冠军在首轮就赋予美国选手汉普顿,爆冷出局,随后,郑杰出战悉尼赛,首轮便碰上强敌斯托瑟, 郑杰与斯托瑟大战三盘最终,以6-3除以6-776比4取胜,取得了自己对TOP10的第10场胜利,在法网双打赛场上,郑杰携手小花张帅出战,搭进16强,最终布迪杰克组合赫拉德卡赫拉瓦克娃,8月,郑杰出战双打牛黑恩赛比赛,搭档印度选手米尔扎多得了两人配队以来的首个女双冠军, 这也是郑杰的第15个WTA女双冠军,同月,郑杰在美网双线出击,单打战胜了美国名将大威廉姆斯,最终止布第三轮,郑杰与米尔扎搭档双打一路闯关,最终止布四强,2014年,赛季首战参加深圳赛,错失强西败给斯特里科法,止布第二轮,霍巴特莫里拉国际赛,首轮上演金花得比,最终布地张双赛, 赛遗憾止布,奥昂丹达立刻文奇,开斯背靠背打入第三轮,最终受困高温布迪本土作战的德拉奎尔,混双立刻投,薅种子打入四强,随即转战红土赛,在马德里公开赛上首轮12比0战胜一位哥伦比亚选手之后, 四轮的中国德比战中学遗憾赴于另一位中国金花里那遗憾止布第二轮,7月初,四川体育局正式任命郑杰,为四川省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分管分量最重的训练,竞赛工作,2015年1月,郑杰与詹勇然搭档,时隔9年再一次进入欧网女子双打决赛, 但中布迪马泰克萨法洛娃,与桂关师之交臂,6月26日,在伊斯特本举行的草地网球赛女双决赛中,郑杰与詹勇然搭档,以6到75,2比6的比分布迪斯莱波尼克与加西亚的组合,获得亚军,2015年后半个赛季,郑杰几乎没有参加大型的比赛,开始规划退役,图片原则网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